摩托車在路口停等紅燈 但是綠燈才剛亮 一起步卻 一輛白色轎車一次闖紅燈 撞上直行的機車騎士 但是駕駛卻沒有停車 後頭騎士見狀轉個彎幫忙追車 就看到肇事車主開車鑽進小巷裡 兩名騎士跟在後頭 但還是被駕駛汽車逃逸 當這名駕駛開著車鑽進小巷子之後 就把車停在這邊隨即逃逸 目前警方還沒有聯繫到這名駕駛 到底是因為酒駕還是有其他違禁品 還有帶駕駛到岸才有辦法釐清 肇事車輛原封不動擺在原地 就看到車輪已經爆灘 右側的車窗也整片破裂 但是車上的兩個人卻不見蹤影 26號晚間11點多 18歲的柯姓男學生 騎車往北投方向 卻在成的路四段與中正路口 遭到轎車高速撞上 但是轎車駕駛卻加速逃逸 把車開到前方約600公尺的巷弄裡 汽車逃逸 警方循著車牌聯繫到同信車主 但他卻說當晚是把車借給朋友使用 自稱是借給一位朋友來開 那我們有跟車主講 請車主跟這位朋友都答案說明 那車主他也有提供 這位駕駛的一切資料 警方透過路口監視器 發現肇事車輛有疑似闖紅燈的嫌疑 懷疑就是肇事主因 也已經取得開車的無姓駕駛身分 將要約談到來釐清 到底只是一時緊張肇事逃逸 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記者嘉明 劉世偉 台北報導